美国圣地亚哥3月3号下午 华谊女子李燕 耶路大学博士 因为锁住公用物业费的纠纷 被当地法庭下达驱逐令 当地法庭到狱所送交驱逐令时 李燕打开房门 手持菜刀大声地通警察立顿 警察要求其放下菜刀 否则开枪 然而李燕拒绝 双方增置后 李燕返回房间已关上大门 当地多名警员到现场 强行进入客厅 要求伸出睡房的李燕 举起双手走出 然而李燕情绪激动 拒不配合 警员随于斗袋子弹 向李燕连载两枪 李燕中了斗袋弹后 情绪失控 手持尖刀 冲出房间并刺中警察 另一名警察随即向他 连开树枪 李燕最终到地身亡 那么我们为这件事情感到遗憾 也感到非常的震惊 首先来讲 作为一个博士 还是耶路大学的博士 应该是深名大义的 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事情 应该会冷静处理的 那么第二个 就是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 应该对美国的法律 不能说非常精通吧 最起码应该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就更不应该出现这种事情 作为一个精英阶层 除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 除了自己工作上做好之外 实际上在生活当中 也应该把生活安排周到安排好 不能因为生活中的琐事 而情绪失控 丧失理智 最终酿下悲剧 好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谢谢大家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